紅安如果到時候新竹是要找人 要記得先Google一下 不要再找一些拐瓜力的找進去 誰誰誰拐瓜 我們團團 前助理之類的 可是因為有時候用人難免嘛 就是大家其實都是政治處人 我們大家都知道 前助理出來爆料那幾個人 現在都是在綠營嘛 一個是邱毅營 一個在何欣純啊 對對對 還有一個在林黛化 三個 跟某一個側翼的人 就是一起開喝酒 然後大爆料那個 我覺得最醜的是 為什麼側翼會嚇跑數的人 是因為他們的爆料是真的很明顯 就是不吃 譬如說是紅安喜歡喝可樂 我當他的學行 我每天幫他買早餐 我永遠買的都是酥冰加奶茶 我們來反爆料 那個爆料的助理 因為他太愛喝可樂了 他喝到比如說一箱可樂放在冰箱裡面 他喝掉一半 所以呢那個主任才跟他說 你喝那麼多 你要自己去補 否則我們如果今天老闆來 或是要招待客人 沒有的話怎麼辦 結果他笨而爆料 你看 你看 這種咖 太賤就是太賤 因為其實有些 像是電影裡面的壞蛋的測試 是非常吸引人的 就是又壞又聰明 那其實我覺得測意會讓人家覺得 很過癮很麻煩的地方 是因為他們 又笨又壞 而且不做功課非常明顯 從第一波開始講鸚鵡好了 鸚鵡就講這個什麼 就是讓他算那個短戀 不是長戀 可是呢就是 所有的立委 所有的黨派都一起出席的 那其實一張照片就可以證明 然後外背影女 怎麼騎隊 然後再來是還有補習 我覺得補習這是最奇怪 但是你們要感謝這些側翼啊 是這些這樣亂打 才讓你高鴻安得那麼多票啊 他們那時候側翼超荒謬 他們還自己辦了一個獎項 然後就說誰被高鴻安點名 那個還很開心說 你不夠大咖沒有被鴻安點名到 這樣子 還沾沾自喜 而且他們也不是刻意說 忽視一些證據 然後不去Google 他們是明知而故犯的 他就是要把它模糊 要混淆試聽 然後把假的東西貼出來 因為他們是要帶在他們自己的同溫裡面 對 像你今天去跟綠營的 比較深綠的人去聊喔 他們就跟你說 高鴻安貪污耶 直接訂掉了 行鴻太遠啊 對啊 然後你跟他說 那你知道鄭雲鵬去中國 哪有 沒有啊 鄭雲鵬很好啊 可憐了 這些訊息他在 所屬的媒體接觸 看不到 平行信鴻 看不到 這一次就是一個同溫層戰爭 比誰的同溫層厚 像高鴻安當選 剛剛這樣講就是說 多數人看到這些新聞之後 會做出判轉 他們不會被側翼帶風箱 那表示 台灣人基本上數字還蠻高的 尤其是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